大家好,歡迎來到我的頻道,我是Felix 深圳的地鐵8號線差不多全部開通 所以今次都來湊湊熱鬧,去最熱門的地方 大梅沙,我們Let's Go 由於大梅沙這個站只開通了幾天 正值在2、3年的徐席 所以地鐵陣裡面都人山人海 環境在大梅沙這個地方夠大 出來之後都未算是水事不通 在酒店這邊,最大的特色就是有很多小販的檔灘 他們以快餐車這個形式來做生意 在某個樓層的天台還有露天咖啡座 大家可以在這裏休息一下,順便看看風景 雖然很多人乘地鐵過來,但這裏地方夠大 看來都可以融入得完 沿著海灘那邊過去的話,首先我們會見到沙鵰 而沙鵰的頂部還有一些叫滑沙的環椅 好多人排隊旗 這裏還有很多不同的沙鵰 各式其式,有時間大家可以慢慢欣賞一下 嗯? 當然也不少這些海灘必定的環椅 例如這些好像快艇降落傘之類 原本在這裏走散散心的確不錯 但始終這裏遊人今天實在太多 所以我們很快走一會 我們便回到地鐵 到了黃昏,我們便乘地鐵 去到大劇院站上面的KK Mall 晚餐 由於是很快腳的關係 所以這裏都很多香港人過來玩和吃 這裏食肆的種類都相當多 大家可以慢慢去選擇 最後我們來到這裏叫做海門魚仔的潮州飯店 吃東西 這裏除了可以坐在位置點菜之外 還可以到外面的船上選擇不同的海鮮 又或者其他很有風味的小菜 基本上這裏的食物又便宜又好吃 加上環境舒適又不限時 所以Felix 極之推介 我們下次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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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次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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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期再见 Ciao